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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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多亦 七十 還有沒有? 八十八 沒那麼老 七十九 差兩個月七十九 我今年四月就宣佈退休 一直由七七年就開始參與翻譯聖經工作 但是我不是香港人 我是新加坡人 但是我的廣東話沒有你們香港的廣東話說得這麼好 我爸爸是順德 我媽媽是中山 所以我們說的廣東話都比較正宗的 你回到新加坡我就不敢說這些廣東話了 我要說回我們地道的廣東話 去好辦理呀 千差啦 今天和你們分享 我以前在新基內做事的時候 我1977年到1976年至1977年 我就受這個Applied Linguistics 有時要用一下英文 因為廣東話不會說 Applied Linguistics 學 怎樣去到一個少數民族當中去學他們的話 他們沒有文字的 就是為他們寫出創足一套的文字 來為他們翻譯聖經 那我就七六年年尾 在新加坡神學院畢業了 就去到雪尼 受這個訓練 就是我就去到南太平洋這個島 有一邊就是屬於印尼的 以前叫做Irian Jaya 現在叫做Papua 那這邊就是一個獨立國家 1975年就是獨立的Papua New Guinea 我和一個同工 芬蘭的同工 就選擇去到這個區了 Medang 他們的首都就是Port Morsby 那由Port Morsby去Medang 都要一個小時的飛航 這個是他們的國旗 新紀內下是一個很多山的 所以他們那些人 還沒見過車的 很多人在山居裡 還沒見過車 見過飛機 因為飛機在上面飛 他們還沒見過車 因為很多山 而且是一個很窮的國家 所以他們沒有什麼路 所以那些人還沒見過車 很多都沒見過車 又有很多火山 我們住在Medang 靠近那個地方 有兩個火山 一個叫Mana 一個Karka 整天都看到火山 你看 一天就是這樣 晚上那個景就漂亮了 這個就是在我們的村裡拍的 這些人 他分兩種 有一種是住在高山那裡 就是這些 那些人 很兇的 很兇的 拿刀 拿棒 整天都打的 其中有一個跟我們說 他又已經信了自己 他說 We love to fight Fighting is our life 一說不妥就打的了 燒屋 殺人 這個是高山的 那些人 我們住在Medang的那些人 就比較善良 就沒有那麼兇 但是他們 就在很黑暗之內 活著的 因為他們 就用很多的武術來害人 高山的人 一說不通就打 我們那裡的人 說不通就由武術來殺你 害你 所以他們的人 就很怕 很怕黑暗的 所以他們很需要 耶穌的愛 跳出這個黑暗 這個就是我和 他一起做事 相依為名的 24年的芬蘭同工 我們那時候都是單身的 我以後 我離開了新基內亞 他又回到芬蘭 主要給他一個 permanent partner 他50歲又結婚 就和丈夫 又回到新基內亞 適奉了4年 最後又退休了 我剛才說 他們很少那些路 我們那些交通工具 都是用我們機構的飛機 Cessna 206、208 六個人的 坐六個人的機 要不就八個人的機 來來往往的 這個是我們新基內亞的那個 威克利夫 我們在外面 在支持國家 就叫做威克利夫 但是出道去 適奉就叫做SIL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這個是我們的SIL的總部 在新基內亞的總部 叫做Ukka Rumpa 我們有時就聚集在這個Ukka Rumpa 來學習 自己大家來鼓勵 有時病了又回到總部休養 很多workshop 那些比較長老的那些 指導一下那些 我們那些比較年輕的 慢慢一步一步 就你教我 我教你 這樣一步一步傳出去 傳下去 這個是我們住在村內的那些人 他們平時都是住那些木棚屋 那些屋頂 是用那些長的那些草 我們新加坡叫做Lalang 我不知道這裏香港有沒有 那些草很長的 高過一個人那麼高的 那他們就拿那些草來蓋頂 所以他們就很原始的 自己種番薯芋頭 所以我們在那些村 都是多數吃番薯芋頭 我一個星期 最多吃一次飯 都是吃了他們那些食物 因為我同工也是西人 芬蘭人 他又不喜歡天天吃飯 所以我們就 隨便有什麼吃就吃 吃一下麵 番薯 芋頭 都吃幾餐 一個星期 那時候我很年輕 40歲左右 這間就是我們在村裡的屋 自己叫人家和我們建 在村裡 因為我們離開的市區 那裡有128公里 那裡沒有電 沒有水的 沒有自來水 沒有電的 我們就用一個 三塊 solar panel 三塊 solar panel 用燈 以及用一個 transformer 來用電腦 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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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一住就住了24年 跟外面的 communication 就用一個SSB radio Single sideband radio 跟外面的交通 就沒有電話 什麼都沒有了 一進到村裡就 即時要用這個 有什麼需要的 和總部交通 都是用這個SSB 剛才說我們吃了 番薯糊頭 很好吃的 番薯糊頭 煮爺醬 你們吃過 這裡的摩摩喳喳沒有 摩摩喳喳 不要放糖 那就是他們的食物 放魚 放菜 是他們的食物 就是我們村裡的食物 這個是以前的 我們出入村 都是靠他們的貨車 我們不想買車 因為買到車 他們就說 你有部車 我們有人病 麻煩你們車去醫院 麻煩你車去醫院 麻煩你車去那裡 那我們就沒有時間 做翻譯工作了 所以我們就不肯買車 所以我們出入都是 靠他們的大貨車 坐在這一包包 那些椰肝 他們那裡 種椰樹 做椰肝 來有收入的 我們坐在這一包包 那些椰肝 上高 然後他們那些貨車出入 你們猜一下這個視頻是什麼 椰子樹 椰子樹 不是椰子樹 你們很喜歡吃的 有甜品 甜品來的 你們是 對 對 你們吃西米露 這個就是西米露的筋 哦 哈哈 它就坐在那些 裡面很軟的 那些 那些 怎麼說 它是一粒粒粒的粉 它是濕的 那麼在那些水裡慢慢洗 洗了它的那些 去的那些粉 就流出來了 流出來了 它曬乾了 它就做西米露了 那麼他們那裡 就不做西米露了 它煮了水 就吃了 即是西高 英文是西高 但是它本來 就是一棵樹來的 西高Palm 英文叫做西高Palm 那些西高Palm 它拿了那些粉 出來 它就 留在那裡 兩個西高後 就出了這些蟲了 這些蟲 又很甜又好吃的 哈哈哈哈 所以他們的人 又跟著 就吃西高Grubs 我也吃過的 你這樣黏著眼就吃下去了 那不怕的 那這些都是主創造給我們吃的 那些食物來的 哈哈哈哈 所以我在新京露 都吃了很多 山鼠也吃過 那些爬 那些一種動物 叫做Apossum 也吃過 很多東西 蛇也吃過 鱷魚也吃過 很多東西 吃過很多東西的 即是你感謝主 你坐在那裡感恩 那就吃了 是不是 哈哈 哈哈哈哈 這就講到我們翻譯工作了 我們在孫中就學了他們的畫 就為他們先翻譯 《新約聖經》 第一本就是《萬可福音》 慢慢地跟他們一起做 他們就教我們的畫 我們教他們的聖經 配合一起來做翻譯聖經 1997年 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翻譯這部《新約聖經》了 1999年就有這個獻經禮 那種畫呢 他那種畫是叫做貓畫棋 貓畫棋 實際上他那句話貓畫棋是 什麼呀 貓畫就是什麼 貓畫就是什麼 貓就是啊 什麼啊 他用這句話 就成了自己的畫的名字 貓畫棋 我們學了這些畫 就為他們翻譯了 但是1997年那一年呢 我們還沒有做完那個翻譯 最後那一陣子呢 魔鬼就攻擊 每次我們在那裡有很多同工 最後那一段呢 魔鬼就想我們 攻擊我們了 那一年呢 我就得到一個很大的哮喘病 差不多死了 醫生查我 只有5% 5% Oxigen 在我們的總部裡 差一點死了 差一點死了 那他們就快點 用我們自己的飛機 運我下去澳洲 急救 在澳洲的那個ICU 那個醫院 睡了3晚 才叫做救回 所以我們去到那裡 那些很黑暗的地方 真的都要很多兄弟姊妹 為我們祈禱的 妹妹都是這樣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的團隊 殺魔鬼就攻擊我了 因為我以前沒有哮喘病 去到那裡得到哮喘病 那時候是40歲左右 得到這個哮喘病 所以到現在都是有哮喘病 所以現在整天都要噴著藥 但是這個都是主也知道的 主也會帶領保佑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團隊了 Lisa和我 在我們兩個中間就是Saro Saro為主要的翻譯員 其實他的英文是不行的 他是用一些Pigeon English 來看聖經 看了聖經 他就收到的意思 和我們一起配合翻譯這個Mawaki 另外那幾個 還有兩三個他們已經過了身的 比較老的那些就不在他的牆上 他們每個星期有一兩天 我們一起坐在一起 看那些聖經 我們翻譯了 需要改就改那些詞句 不優美他就會幫我們改的 所以這些都是很大的工作 我們在那天獻經禮就有人賣了 聽說現在Lisa和我說 差不多我們印了二千本 那些聖經差不多都賣了出去給他們 但是很多人都不懂看聖經 因為你怎樣教他們呢 他的文字 畢竟都是一個 即是在他們身外物 不懂的了 真是不懂的 所以我們2005年回去 我們兩個 192000年就離開新基內亞了 2015年就回去做一個錄音 叫幾個Mawaki人上總部做錄音 我們就放進這些錄音 這些是Solar的 又不用買電池的 在太陽 幾個小時 它又可以再開來聽 新基內亞不算大力 只是languages 即是不同的語言 有幾多種? 你們猜一下 一到一千 你們猜一下 一到一千 五百 八百 八百 八百就對了 差不多是八百一十七種不同的語言 我們跟本地人說 你們每個人等著宣教士來幫你們翻譯 沒有可能的了 要是你們自己自願去做 我們會扮這些班來訓練你們的 所以我跟Lisa 實際上我們不應該用這麼多年來翻譯 Mawaki是盛敬的 但是我們每年都抽出四到六個月的時間 來訓練其他種族 其他那些藝人 來做他們自己翻譯 翻譯他們自己的語文 所以這樣就拖了我們自己的工廠 但是我們就覺得 我們不是為一部聖經來翻譯 我們去到那裡是為全文翻譯 所以我們都花了很多時間 訓練這些不同 講不同語言的人 我教他們翻譯 我說好像我們廣東人 煲湯 我們有幾多種湯 滾湯 煲湯 最好喝的是什麼湯 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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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部分、每一句的深处 以及保罗、要是彼得、耶稣所說的 去針對什麼 你明白了你就會好好翻譯 那就教他們 你什麼不記得都好 記得咬字慢慢去處理 他們每次見到我 老師也是咬字 我說最緊要是咬字 很好的煮的好湯 你的翻譯就好這些好湯 現在就教他們怎麼看他們自己的文字和語法 我問你 翻譯不是講看的不是閱讀 翻譯這個新約最加難翻譯是緬叛書 很多人說以為是羅馬書 不是希伯萊書 比德前後書 你們回去看看 為什麼我們說最難翻譯呢 因為比德用很多這些 imagerist 抽象性的 你做一個翻譯員 如果你跟著那個 imagery 那本地人 明白不明白呢 或者是直接翻譯他的意思呢 這個是很多翻譯員的掙扎 比德前後書 保羅羅馬書 實在很容易翻譯 但是要明白他的心目 所以 希伯萊書和羅馬書 我就常常有這個 怎麼說 翻譯的工作方 來幫他們明白這兩卷書 至於怎樣帶領我 做這份工作 我本來以為在神學院讀書 讀完書就參加教會工作 誰知道 我讀在神學院讀到第二年 我就很 not unhappy but frustrated 因為我一個人對一個老師 學希伯萊 那你要做工作的嘛 一個 如果整班人 你可以避免的嘛 但是一個老師對一個學生 你就不行的 就要做工作 因為我覺得其他的同學 各個做Christian Education 他們又畫畫 又很happy的嘛 Sunday School那些 又畫畫又什麼 我一個人就天天對著希伯萊 那我就跟那個Dean 我們的Dean說 我不想到希伯萊 他說不行 你有一個Australian Exam 你是麥爾本一個Exam 你要考希伯萊 我慘了 我不是不喜歡希伯萊 我很喜歡 因為我對語言有很大的興趣 你知道我講多少眾話呢 我們中國話呢 港府話 潮州話 福建話 普通話 我都講得通的 有在一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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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一起嗎 潮州話都會講 福建話 我和福建人一起長大的 所以講了福建話 講到別人以為我是福建人 那就經英文了 那周圍的印度人 馬來人就跟他們講馬來話 去到新京內話 又學了兩種話 聖經又學了希伯萊文和希伯萊文 全部幾多話 很感謝主 主也給我這個語言的天賦 是嗎 但是主又用我在這個翻譯聖經那裡 那時候對希伯萊文就有些掙扎 我有一天我就祈禱了 我說主啊 你讀這麼多希伯萊文做什麼呢 牧師都要用一下 要認識一下希伯萊文 希伯萊文的 但是這麼多 讀得這麼多做什麼 那主呢 就有一天跟我說 威克利夫翻譯聖經工作 那我是聽過這個名字一次而已 是我朋友提過 有一個宣教士 在他們的神學院來分享 那我是聽過一次 那我就記住了 就祈禱了 如果主啊 你是要用我的 在這個翻譯聖經工作 我都很言語 但是你要指示我 你要給我一個很清楚的印證 那到年尾呢 我那個時候是讀第二年了 年尾就是一個老師 請我們去家裡吃飯 那他就先打電話給我 他說寶先生 你先來幫我煮飯 我們聊聊天 他很疼我 他是美國人來的 以前又在裡面大陸做過事 OMF missionary 那我不是去家裡 三點去到家裡 擠了一些食物 在那個巷裡 第一句話他就問我 寶先生, have you heard of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我就嘔嘔嘔嘔 我記得我嘔嘔嘔 我說, why are you asking me that? 她說, I've been observing you for many months you relate to people very well and you can speak all kinds of languages God may be using you for this purpose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我便跟他們分享 這幾個月頭 我就一直 來祈禱 哇,他走在他書房裡 拿了幻灶 那個筆 他就說, write to them now 他比我更快 write to them now and just inquire don't commit yourself but write to them and find out about weekly because it's one of the hardest missions to be in 我拿了一張紙和筆就不寫了 幾個月都沒有寫 但是一直不寫 心裡就沒有這個平安 最後就寫 我找一些雜誌 找到他們的名字 美國的名字 就跟他們聯絡了 就一直叫他們寄一些資料給我 就是韋克利府在哪個國家做事 最後他們就說 因為我們美國來新加坡太遠了 我們把你們的宣民寄去澳洲那邊 近一點 我以後就跟澳洲那邊聯絡 他們到我第四年 六神學第四年 我記得是二、三月 他們就打一封信來說 你們要不要參加我們這個工作 我就一口祈禱 如果我要參加 我就要離開家 是不是? 因為新加坡沒有這樣的工作 那你要去到那些 那些巴巴尼加尼亞、菲律賓、印度、非洲之類的國家 對嗎? 我就祈禱了 又開始祈禱 那二、三月 我不記得是二、三月 就我們神學院的Mission's Week 那一晚 我記得是一個星期二晚 我們去我的Dean的家裡 祈禱會 我就先去到 我就跟他電話說 Dr. Polson I've got something to share 那我跟他分享 我說我有這樣的掙扎 不知道好不好寫 要參加這個組織 他說 Something strange happened this morning I woke up at 5am And I knelt before the map of the world And prayed for missions And your name flashed through my mind twice 唔問中好啊 一問 那人家就給你一個印證 那就是你要衝上前的了 那我就開始跟他們說 好吧 你寄一些方法給我 我鐵田參加這個組織 由那時起 主著一步一步的帶領 好多謝你們聽我的分享 鼓勵兄弟姊妹 我離開家庭 即是七年離開家庭 那時寫了一首書 用廣東話寫的 離別家怨 心悠悠 滿面淚恨誰分手 為民主為何寄千里 近處莊白缺人收 我主愛世無限量 遙遠他鄉誰識問 自願獻身為主給 願去遠處傳此音 唯有愛主在身旁 飄渺處處可安心 仰望由主來力量 念愛詩恩 願背家 Clark 策瑟 豪原 五 八 八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